這麼厲害啦 這一個點呢 高級飯店耶 就在B1高級飯店的地下一樓 看到沒有 古色古香的 這樣子的一個裝潢設計 一看就知道我們要吃的是 哪一種類型的菜了嗎 沒有錯 他講得很好 就是我們中國風 而且我要介紹的是 這是全台灣號稱唯一的 什麼 對了 杭州菜 月姐啊 你是終於吃到最後一家 太開心了 還是怎樣啊 告訴你喔 這個位於五星級飯店內 全台唯一的正統杭州菜餐廳 已經開業30多年了啦 只是一講到正統杭州菜 大家可能感覺好像很陌生 但其實杭州菜裡頭 有幾道可是非常有名的料理 大家一定都嘛有吃過 這個蝦子 不是裹了什麼東西變白色 它本來就是這樣子的一個白蝦 然後小小的 然後剛剛一入口之後 沒有錯 剛剛六月姐一聞的 那個酒香喔 這就出來了 整個酒香絲意 非常的香啊 然後外面就是有帶一點淡淡的 那種茶味啦 對 有沒有 那個所謂的龍井茶 整個蝦子非常的脆 然後它吸了這個酒香也好 茶香也好 真的是幫它滿滿的加分 加醋就對了 更有味道了 整個味道不一樣喔 其實你就發現 有任何東西只要多一點酸有沒有 味道更美味 是正薑醋嗎 厲害 你們這些醬汁這些材料 都是進口來的啊 一定從杭州來的 東坡肉 這也太精緻了吧 好可愛喔 我現在把它夾起來看看 這不要斷掉好不好 盡量 這樣子就好拍多了對不對 我要聞這個 好 你聞聞看 好... 可以喝 可以喝 這會起盛吧 不會嗎 這湯這樣可以喝喔 這不是拿來嚼飯的嗎 對啊 這很濃耶 不錯 這個東坡肉的湯汁 可是真的能夠直接喝底 因為它只用了紹興酒跟蔥 還有薑以及糖 下去調味料理 然後將這個精選比例的豬腹肉 下去用砂鍋燜煮 大家要知道 能夠符合東坡肉 這張正確的肥瘦比例的肉 一整隻豬裡頭 可是只能取26塊而已 我先吃肥肉這個部分 我還留了一點給你 會不會太大塊 劃掉了 劃掉了 劃掉... 這是中了棉鼓掌 這也要配飯 我跟你講 那肥肉就是 集合了它所有的醬汁 都在肥肉裡面 一含之後整個化開 化成濃濃的糖汁 那麼可以感受到 整個豬肉的香氣 豬肉的新鮮 油是一定帶有一點點 但是它是美味的油 OK 你現在吃的是什麼 瘦肉的部分 你為什麼偷吃 鏡頭都沒帶到你吃 它這麼口氣化耶 瘦肉也是啊 真的 這兩道菜之後 接下來我們的重頭戲來了 來 好 重頭戲在這裡喔 師傅你好 你搬了一塊大韓籍要做什麼 這是米韓籍喔 這是什麼 這個是我們的富貴土雞 富貴土雞它完全都是用土包起來 土包起來 對 這是跟台灣的那個 控油... 有點類似 有點類似 但是這個因為以前 在杭州的地方 是由教化石他們發明的 教化石 教化石 因為他們肚子餓了嘛 沒有調一調 所以把土服一服 就丟到土肺裡面 所以叫教化雞 對 教化雞 但是因為前人坊吃過以後 所以又叫做富貴 富貴一生了 對 那現在是前兩位 把這個敲開 要破圖了 破圖給你開始 再麻煩你了... 剛好 我們月姐來了 我要拍賣囉 拍賣喔 真的喔 這也算是一個 我們這個偶像劇嘛 在我們TVPS喔 對 酸甜之味喔 一定要這個破成績嘛 突破這個最高紀錄的收視率這樣 好不好 我們來慶功一下 慶功一下 來 一點點而已 再用力一點 速進... 可以 這樣可以的喔 對 我們會旁邊這樣 再補敲一下 因為用這個布蓋起來 就是怕它整補會一樣 對 那這個我們再把它 剝開 剝開 那它裡面呢 你看它裡面就有荷葉 因為在杭州西湖盛產 荷花 對 所以一般它很多的東西 我們都沒有用荷葉來包 好香喔 我的天啊 那它還有非常具體 就是裡面滿滿的湯汁 真的耶 整具體耶 對啊 流不出去啊 客人啊 這一道俗稱叫花雞的 富貴土雞啊 也是一道杭州名菜啦 包裹在紹興酒泥跟荷葉 裡頭的韌雞啊 物中填滿了各種佐料 然後經過至少 3小時的蜜蜂爐烤 所以打開荷葉呢 大家看到的 可是鮮嫩郁滴的雞肉 跟滿滿的雞肉原汁啊 你嚐一下 我要吃雞啦 好... 為什麼連雞肉都入口即化了 真的喔 你怎麼沒有哭 以後如果吃不到 這麼好吃的雞怎麼辦 好好吃喔 這雞肉怎麼會是 這樣子的一個質感啊 淡淡的那種紹興酒香 然後荷葉的葉香 琳瑯滿目的味道 很精彩耶 為什麼杭州菜 大面的菜都是 肉都弄到入口即化 然後杭州人的牙口不好嗎 可能是過太爽 爽到都掉牙了對不對 因為他們說什麼 一些是達官賢貴賢藥有沒有 通通都住到杭州 他不用去當苦力 苦工 這麼的辛苦 反正每天就有的是時間 所以就燉東西 慢慢吃 然後因為他們注重養生 這些人注重養生 所以比較清淡 神仙鴨魚丸湯 又鴨又魚的 對 這個就... 這個是魚丸喔 燙到 這樣就燙到 我的上嘴臀跟它接吻到 燙到 這嫩豆腐啊 炒魚 對 嫩豆腐 這嫩豆腐嘛 可是... 可是你進去之後 滿滿的魚味耶 很香的魚鮮味這樣 原來是魚肉 對 可是大家又感覺 可是它是丸 對 然後你濃厚的這種魚鮮味之後 又回歸於平淡 他們真的很在乎平淡這兩個字 可是最特別的是這個魚丸 堪稱魚丸它一點都不脆不彈 它像嫩豆腐一般 很奇怪的東西耶 我的老天鵝啊 真的是老天鵝耶 好妙喔 我的老天鵝啊 你吃完魚丸再喝這個湯 我的老天鵝啊 觀眾啊 這個讓月姐大喊 我的老天鵝啊的這一道 神仙鴨魚丸湯 可是用整隻的鴨子跟精華火腿 用清水下去熬煮 四個小時以上的 你看看 這個濃郁湯頭的滷白色澤 裡頭豐富的膠質 可是從湯的表面 就能夠看得出來啦 然後再搭配上這個純手工製作 百分之百純魚肉的杭州魚丸 喝完真的是會讓人快樂是神仙喔 今天非常謝謝六月呢 擔任我們這一集的這個 特別的嘉賓啦 是 然後當然也在這一集裡面 讓所有辛苦的婦女同胞也好 媽媽也好 上班族也好 你可以吃到美式料理 義式料理 喝到好喝的飲料 甚至是全台唯一的杭州菜 是 對不對 那當然最後要請觀眾朋友 多多支持 酸甜之味 酸甜之味 42頻道每週六晚上10點播出 是的 好吧 跟我們六月加油繼續這個 謝謝 妳又要說什麼嗎 希望我下次 還可以再來學尚玩家 希望浩子都不要喝 好 妳們就來吧 浩子 Bye Bye